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们今天真的走到一个未知的领域了 就是海洋新乐园 因为这个领域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 所以我们讲起来有一些坑吃熬哑 不过请各位放心 所有事情往前走的时候 它都是充满了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收音机旁边听 比看到真的东西更过瘾 因为你可以透过空中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 但是我要给你一些现实的状况 让你要从想象的世界中叠回现实中 怎么样讲的呢 海洋的新的空间的多元利用 也就是蓝色经济里面很重要的一种观念 就是海洋空间多元利用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 就是这个环境 适不适合你要做的这个目标呢 这个目的呢 就像我们现在在陆地上一样 人类其实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其实本来比如四河湿地的地方 我们把它填起来做了海浦新生地 比如四河河川行水区的地方 我们把它填起来做了冰河的别墅 比如四河森林的地方 我们把它砍掉了做了游乐区 比如四河湖泊或者沼泽的湿地 我们把它填起来变成了工业区 这个是我们在陆地上犯的错误 我们在海洋里面如果没有去注意这个 以前我们犯的错误是怎么样发生的 我们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前的错误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的这个土地 或者这个海洋的空间 它真正的特性是什么 对不对 海洋真正的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都是水都是鱼 了不起就讲说这个是珊瑚礁 这个是礁岩 可它真的会变成什么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这个部分在学术上面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陆地上很流行的大数据分析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海洋已经过去这几十年来 所收集的各种各样的生物的 水质的或者物理的 比如风浪潮流的这些资料 来做一个共同分析 找出这个地方的海域 到底是它的生态的结构是怎么样子 然后依据这个生态的结构呢 来规划它未来建设的目标或者目的 我们就可以一方面有新的建设 或者新的发展出现 也可以让未来的生物进入这块区域的时候呢 是回到它本来就适合的环境 叫做兵制如归 只是它的房子是我们帮它造的 好 我就举一些例子给各位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个 张宾工业区外海的大数据的分析 为什么找张宾工业区呢 因为张宾工业区因为做了二十年的这个工业区 所以它有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环保的环境的监测资料 那理论上从这些监测资料 我们应该看得到 哎呀 张宾工业区排放的污染啊 或者那个建的这个沿海的这种沙地的抽沙啊 或者这个水泥墙啊 就会造成这个环境的生态的变化 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哦 因为我们都认为张宾工业区或者里岛工业区可以造成这样子的坏处嘛 可是当我们从十米水深二十米水深 我们现在建的海上风低大概就二十米水深一深的地方 所以二十米水深是一个合理的地方啊 我们从十米二十米的这个资料 二十年的资料拿来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哦 影响张宾工业地区的外海的基础生产力 就是所有生态的基础的基础生产力的东西 其实跟我们认为的什么抽沙啊 污染啊 海岸水泥化啊 都不相关呢 它真正影响的只有两样 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季节 原来大自然还是最有力量的影响季节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你很难想象 是陆地上的河川 所以我们真正影响台湾近海的海域的生态 基础生产力的特性的 其实是我们河川 所以我们对河川的保护不要污染 以及维持它正常的流量 干净的水质 适当的营养源的输送 才是保护我们周边海域的最重要的原因 日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可能你们不晓得 就是日本在教育渔民如何要保护海洋的时候 它会要求这些渔民啊 每年有一次到河川的上面的上游去种树 就是表示其实河川是影响海洋 以及海洋渔业的最源头的地方 你看我们的这个张宾外海工业区的大资料的海洋生态分析 也显现了同样的结果 那你可能讲说方力行 台湾做的研究都不够好了 国外的研究才是好的 那我要告诉你 这篇文章其实是在国外发表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用国外的和尚来 劝服我们自己啊 我们还是要更多的资料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做了彰化南边的云林 就是离岛工业区外海的这个整个海域的生态的结构 那这个资料用的是云林县的环保局的监测资料 你看它的结果也是一样哦 影响云林外海的基础生产力的就是季节和河川 所以我们就知道假设在这个地方啊 要做风机 这个风机啊 里面要进一步要做不同的海洋建设的多元利用 比如要做保育区啊 水下玉树园区啊 或者是水下博物馆啊 或者甚至是水下养殖区啊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结构 它应该是往哪方面发展 我们就很清楚了 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更复杂的结果 就是我们做了墾丁地区的 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的大数据的分析 你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个地方的水团啊 洋流啊 甚至是波浪啊 以及各种各样的生物 软珊瑚啊 硬珊瑚啊 还有柳珊瑚啊 海藻啊 它们怎么之间的相互影响 那有了这些资料以后 我们有一些海域要把它变成 珊瑚礁的富裕区 我们就知道要选怎么样的海域的 对不对 这个部分啊 要跟各位预先讲啊 其实我们已经在跟澎湖县政府在商量了 澎湖县政府假设要 振兴它的海洋观光 当然不是只有陆地上而已的话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引入这个 全世界最新的水下新乐园的观念 再讲一遍呢 包括了建立水下的观光区 可是我们的本心是要富裕 水下的自然生态 但是在这过程中间可以表达 我们的澎湖地区的人文的文化 甚至可以变成最后澎湖地区 譬如我们妈祖的水下博物馆 也说不定啊 所以做之前 不是只有我们要怎么样做 而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这样做 就透过我们非常科学的 大数据的生态结构分析 来决定这个海域的未来的利用方式 以及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存在于这个环境中 你看我们讲一个新的东西 可是有非常结实的科学在支持它 方老师你讲的是一个愿景 可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就很烂了 我们海洋都被我们破坏的乱七八糟了 那你讲那个事怎么办 我告诉你啊 其实有两种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假设我们讲如果在澎湖或者在海上风机的外海 它基本上海洋受到污染是比较少的 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近海我们怎么办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我们做过的例子啊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例子我们做了差不多将近二十年了 这就是啊所有海洋环境学者研究以及富裕的噩梦 高雄港各位就知道以前是重工业区 是最大的港口 然后是有火力发电厂 有炼油厂 有炼钢厂 然后有高雄市的污水排出去 你想想看它那海域有 那个整个生态系有多可怕 是不是真的可怕呢 在我们早年的研究啊就是民国八十六年到民国九十四年的生态系的研究 你可以看到哎呀真的是有重金属的污染 又有民生废水的污染 又有排出来的传播的油的污染 它真的是一个很惨的地方啊 可是各位也不要忘记啊高雄市政府历任的市长还有高雄县也有配合的 它一直有在做整治 最主要的还是当然我们的环保署有一个海洋的清洁海洋的一个政策在支持它 你可以看到到九十五到九十八年以后 经过了一连串的整治以后呢 它的污染已经越来越少了 你们看得到 然后呢 从九十八年到现在就是一百零五年了 各位去看到那个本来有油污染有工业污染有那个 我们的排泄的这种民生废水污染的这个高雄的外海啊 它还是有一些污染啊 你可以看得到还是比如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啊 还有一些这个民生废水的污染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油污染已经几乎被完全的控制住了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本来啊完全看不到的河川的影响 还有季节性的影响在这个海域开始出现了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在云林彰化外海 那个比较自然的海域里面的河川和季节性的影响出现一样 经过了几十年的整治 这个非常混乱的高雄市的外海的海域 河川的影响也开始出现在这个海域的生态系里面 表示这个生态已经逐渐往正常的部分恢复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建设在做对不对 比如我们最重要的国家建设之一的洲际码头 大概也上百亿的建设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建设在以往它就是一个环境的冲击 因为不管任何的一个建设都会造成环境的冲击 其实包括张滨和黎岛也是一样 它对近海就是可能在沿近海的五公尺的水域 或者可能在五百一千公尺的水域 它其实它影响还是在的 我们刚才取到的资料是从水深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 这个水里面取来的 同样的呢 在高雄如果要盖海洋洲际码头的话 它一定也会对海域造成伤害的 不过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 完全不同的想法 对海洋的想法 就是海洋新乐园的观念以后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盖这个洲际码头的同时 假设我们对这个水域如果了解的话 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建立一些适当的海洋生物的富裕区 我们甚至可能因为有些人工建设的海域 我们可以有给它比较平静的水域 或者比较可以控制的水域 我们可以做一些海洋水下的游乐区 字不记字不记嘛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地方 建立一些海洋生物的富裕区 那这个富裕区 某个程度上来讲 还可以开放给有兴趣的 或者有能力的潜水人去做参观旅游呢 所以我们要对台湾的海洋 现在和未来真正的态度 不是说我们过去怎么破坏了它 不是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不是我们都不能够再做什么要做的建设了 而是我们可以用到刚才讲的非常新的海洋的富裕观念 非常新的社区的参与观念 非常新的海洋的文化观念 就是带入艺术 带入社区的文化 甚至带入区域性的台湾的海洋的宗教的一些故事 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的建设去结合 而这个建设的结合 是顺着我们海洋的自然的特性在做的 这样子我们可能真的可以创造一个 又有经济发展 又有产业机会 又有自然保育的功能 甚至我们再透过这个建设 为我们的海洋生物找到了新的家园的机会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海洋新乐园呢 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耐性 听一个老人来讲新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